今天做干锅土豆片 先将洗净的土豆去皮 去皮后的土豆放在清水中清洗干净 然后切成片 大概三毫米 切好后放在盘中 加入适量的淀粉 抓匀 让每片土豆均匀的裹上粉 准备配料 将半个红辣椒切成块 切好后放入盘中 在家里找出一个甜椒 切成块 切好后放入盘中 备用 将三个小圆红椒切成段 将干辣椒切成段 将小圆青椒切成段 放青椒主要是为了配色 大蒜 大蒜切成片 大蒜切成片 切好后 切好后 切好后抖散 放入锅中 准备好一块五花肉 切成小块 最好是切成片 最好是切成片 锅中加入油 油热后 加入土豆片 煎一下 开中小火 慢慢煎 火不要开的太大 否则的话很容易煎火 将土豆两面煎至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盛出备用 把煎剩的油 倒入锅中 锅中加入少许油 油热后 下入五花肉 将肉片炒香 炒出油 炒至表面微黄 这样吃起来更香 然后下入 然后下入葱 然后下入葱 蒜 干辣椒 炒出香味 下入青红椒 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土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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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炒几下 开始调味 开始调味 加入生抽 酱油 酱油 加入少许清水 把调料化开 然后下入土豆片 然后大火翻炒三十秒 炒出香味 出锅前 加入适量的黑芝麻 好了出锅 装入砂锅中 放入砂锅中 加热一到两分钟 激发出香味 美味的干锅土豆片 做好了 我的儿子特别爱吃 朋友们 你们也试试吧